廖教授我们看到这个习近平在近期出访沙特的时候呢 是提出了以人民币来结算沙特的石油的这样一个议程 但是当然最终这样的计划是没有实现了 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啊 这样的一个计划可能会给双方带来怎样的好处 以及最后沙特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没有接受这样的提议 那这好处当然就是便利 那中国如果直接用人民币来买云油的话 那沙特直接用人民币来买中国制的商品的话 一来一往就不需要用美金再来换算 那这样就是也是省掉这个汇差的这个交易成本 那至于说就是缺点的话 我认为有三个缺点 这也就是让沙特没有直接答应的原因 也让他们比较迟疑的原因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说 人民币比起美金来讲在世界上接受的程度没有那么高 那目前中国从这个沙特进口的东西 比反方向出口到沙特的东西 还要来得多 大部分当然就是中国从沙特远游的进口 那如果说全部都用沙特 就全部都用这个人民币来交易的话 那沙特手上肯定有满满的这个人民币 那如果说比起美 可是跟美金比相较起来 这个美金的这个接受程度 和零活使用程度肯定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这个对于沙特来讲 可能不见得是一个诱因 那第二点就是说 这个沙特的这个货币 这个里亚尔这个币 它是紧咬着美金的固定汇率是1比3.75 它这个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设计 那像去年美金走强的时候 人民币对美金一度贬到点 贬了大概15% 所以如果说中国是用人民币来买原油的时候 去年他们就是因为汇差 所以变相的就多付了15%的这个钱 因为就是所有的原油都是美金计价 那如果想象如果说今天是用人民币交易的话 对中国或许是好事 因为当这个汇差出现的时候 人民币还是固定 但是对沙特来讲 他们就损失了15%了 所以说拿人民币换成本国货币的话 就损失了 那这个对沙特来讲 可能也是不愿乐见的情况 那最后一点就是说 这政治上的意涵吧 我觉得说石油贸易以往 一直都是以美金计价 那就是也就是所谓 我刚才说的Petro Dollar这个名字 就是油再加上Dollar 就是美元的这个名字 那如果沙特在石油贸易上 做出放弃美元的任何行动 都可能是一个比较震撼的这种政治行动 那沙特虽然目前跟美国关系有点紧张 但是还没有走到分道仰镖的地步 那所以说就是综合这三点来讲 中国我就认为是比较希望 用人民币来计价 但是沙特可能有比较多的迟疑 那么如果挑战一个现在的 这样的石油美元体系 或者挑战美元现在的主导地位 是否也会出现一些风险 就比如说如果人民币更加国际化 或者拿人民币来结算更多的石油 或者其他的大宗商品的交易的话 是否也存在一些风险 是的 我认为这个去美元化这个字 就是Dollarization这个字 就是虽然说常在版面上看到 但是实际上有相当的难度 那我认为这个比较多的看到 是中国比较偏内宣的方面的主题 那我们刚才讲的其实是 光是中国对沙特一个国对国之间 那一项商品就是说原油 就是有很多的考虑考量了 那如果更不用说 如果说把人民币如果说国际化之后 可能会面临几个方面的一个挑战或风险 那我分三点来讲 第一点就是说接受度低 一个货币之所以能够流通 因为接受这个货币人多 那作为交易媒介或是很转手方便 甚至这个货币它有它的这个保值的功能 那目前就是全世界外币资产里面 人民币只占2% 所以接受程度其实相对起 其他的这个主流的货币 像是不管不要说是美金好了 这英镑日币来讲 都都还没有这么接受程度高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远远不及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人民币 如果说变成国际货币的话 可能会变成一个国际这种套利 汇率套利组织的攻击 因为目前人民币的汇率 还是北京当局高度干预 就是说比较像是汇率操纵 那如果说人民币依然是在一个 一个相对操纵的一个范围之下 那如果说放在国际化的一个市场上面 那可能大家就会 就是对他的预期 可能就是会认为他的价格 应该是更低的或是更高的 就是就这样子来套利 然后就会就是会看到 一个资金的一个攻击 那这个是北京当局需要来 这个预备的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货币的安全和信赖程度吧 我想现在世界贸易大部分 都用美金或是欧元在交易 主要是这些国家可以 让大家觉得说放心 因为就是说把这些美金 美国或是欧盟国家 不用担心政权或是金融状况不稳定 而这些货币失去价值 那换句话说美金和欧元所代表的 不只是货币 还有背后的政治透明度 金融的稳定状况 这些对中国而言 可能就是还需要有一段距离的 您认为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进程 是否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就比如说在2016年啊 这个人民币进入IMF的SDR 这个货币篮子 还有近几年开始用人民币来结算一些 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和能源 我不知道您怎么看人民币 在国际化这个 在国际化这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 以及这样的进展 是否会遇到一个瓶颈 因为这个贸易额的需求 所以说全世界都需要人民币 来跟中国交易 所以在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组织 特别提款权里面 占了10%以上的比重 那美元占比 刚才主持人说 这两年稍微降低 那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 它的这个强势地位受到影响 而是因为美国主要是因为 要打击通膨 所以他们不断升息的原因所致 回到刚才看到的这个 国际货币组织的这个 特别提款权来讲的话 美金的强势定位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动摇 那维持在全部的这个 42%左右 我们刚刚说中国是10%左右 美国是42%左右 那比重预期在接下来五年 还会再上调一点 那相较于美金来讲 我觉得说人民币在国际化方面 一个瓶颈可以说是 可能它不像美金一样 在贸易需求之外 还有许多功能 像是美金有这个资产保值 还有购债 这个购买美国这个美债 购买原油这些等等的功能 所以说当人民币只有在 就是限制在 它的用途是比较限制 只有在贸易方面的 方面的用途的话 那也可能是成为它成长的瓶颈 最后廖早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经常听说的这个某种货币 国际化中心化 或者说某种货币占主导地位 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美元在国际贸易中 占主导地位 它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这个形成的背景又是怎样 是这个就是要讲到一些 比较像国际金融的一个历史 我们说每个某个货币 也有主导地位 表示这个货币不但是 广泛在国际贸易和金融被接受 那也有保值的功能 有交易的功能 那这国际间对这个发行国家的信任 这些都是很复杂的因素 那其实美元国际地位影响 其实是起来有自的 那我们就讲到说 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 那时候2030年代 那时候国际贸易进行 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然后后来很多国家 希望把在这个一战之前 希望把这个 那时候希望把货币兑换成 黄金的时候发生困难 然后后来再加上30年代的 全世界经济大萧条 然后1939年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一连串的国际金融 还有政治的动荡 那时候为了重建 这个国际货币秩序 恢复这个国际贸易的自由进行 在1944年的时候 很多世界的代表 在美国的这个 波列敦森林 Bretton Woods这个地方 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 在会议中间 他们就成立了国际货币组织 就是IMF 还有世界银行 就是World Bank 这两个大机构 那这两个大机构 他们也提供了 他们就是 他们认为说 美金跟黄金之间 他们必须 这个是世界金融的这个基石 所以说他们就是 认为说 美金跟黄金 必须要有一个 固定的转换汇率 那从那时候开始 就确立了 美金的这个国际地位 那后来虽然说 这个中间的这个转换呢 在70年代 后Bretton Woods时代 他们已经算是崩解了 但是即使如此 美金早已经成为 国际间信任 而且是极重要的一个资产 那国际间 并没有一个官方定义 主导这个货币的 一个官方定义 不过最接近的 应该就是我们刚才 所说的国际货币组织 IMF 他们的这个特别提款权 就是Special Drawing Right SDR 那目前在这个SDR里面 我们刚才有讲到 就是有美金人民币之外 另外还有欧元 日币 英镑 这五个五大货币 那其中最 比重最重的就是美金 我们刚才有讲到 大概42% 那欧元大概占31% 那人民币 大概是占11% 那这个表示人民币 虽然还不及美金跟欧元的重要性 但是已经是不容忽视一个国际货币 尤其在国际贸易上面